在搭配的搭配 和邀请到一位警察的助手 到了飞机门口 空气马上变冷 白的把厚厚的衣服给穿好了 这飞机太小了 跑不过来了 难怪这么冷 现在海苏乘坐的是11月中旬 从萨斯卡通飞往曼省温尼泊的航班 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小型飞机 可能飞这个路线的人不是特别多吧 现在飞机已经进入温尼泊的航班 现在飞机已经进入温尼泊的航班 我们可以看到呢 在这个右侧有很多的高楼大厦 那里就是温尼泊的市中心 一次啊 今天到这个机场地面撒这么多沙子 没有防滑的 我没下雪了 白洒了 这里就是温尼泊国际机场 我来看啊 出口这里摆了一台车 这个起售价48471 但是你看还加上这个税运费和其他各种费用 不知道它电池是多大的 阿法罗密欧 欧洲的很多 欧洲混沌车 每周299啊 不是每两周299 你看温尼泊现在四人多钟 这个也是堵车了开始 我发现的就是那种索数 大索数 给大家介绍的新朋友James 大家好 这个我们现在是在草原三省的 曼省首府温尼泊 这个James是我可能参访的中间最年轻的一位了 谢谢 你是90后吗 90后 对吧 自己在曼省在温尼泊是从读书移民 现在是10年是吧 10年 10年 那现在在做什么工作呢 现在在这边做全职房产经纪 房产经纪人 今天James带我们去看看这个温尼泊的房产 那个 刚刚James跟我说几个重要信息啊 我觉得很有必要跟观众朋友分享一下 就是说今年应该是2023年对吧 对 这个你自己感觉啊不一定是同不是官方数据啊 只是自己的感觉 哪有多少华人大概 将近1万人 连着就是连着大人和孩子 来了可能三四千个家庭 三四千个家庭 三四千家庭有了 那去年呢 去年来的是 去年国内在疫情中 我说去年温尼泊就是来很多乌克兰移民 乌克兰移民 对 乌克兰移民的话去年来有六万 六万 阿富汗移民有吗 阿富汗移民有 那是更早一点是吧 对 叙利亚的 阿富汗都有 哇 那属于温尼泊最近几年这个房子怎么供应得上呢 嗯 所以现在据说是 在疯狂盖公寓在路上 啊就是这个这个开发商在盖大楼了 啊 一会咱可以去Bridgewater那一边那公寓比较多 可以去看看啊 嗯 这个杰姆斯你当年是在这里是读的是什么专业啊 在这读电力工程 电力工程是那种两年制的大专是吧 对 两年半 两年半就是在红河学院 红河学 然后很快就拿到毕业以后就很快拿到卡了 对 毕业之后工作工作工作就拿卡 对对 这在曼省好像是一气候成是吧 对是的 嗯 知道前两年是这样的啊 嗯 蛮顺利的 然后呢 你后来有没有去读本科呢 去了 在曼大我读了有一年 就是读了个护理是吧 护理专业 对对对 然后赶上疫情 赶上疫情了 就不读了 感觉上次油管大学是吧 对 油管大学 在YouTube上 所以这个疫情这个改变太多人的人生轨迹啊 听说你现在您这个家人您父亲也过来读书了 对对对 我爸爸已经毕业了 都已经毕业了 已经毕业了 哇难怪我说你小伙怎么这里呆得住啊 哈哈 这个因为等这个父母移民太难等了 嗯 上次抽签两年三年没有开是吧 对 自从2020年之后都没开过 啊2020年最后一次啊 就换句话讲 指望子女不是指望自己了 对对 哈哈 但你在这里他可以加分吧 没有加分 没有加分吗 没有加分吗 他那一项是跟雇主就是跟雇主工作六个月跟那个是一个项里边 哦 你这加一项 对对对 有这个不能有那个 500分是满是满分 嗯 所以说有雇主那一项就不用我的一项 哈哈哈哈 所以 所以大家看看 这个世界真的很奇妙 我昨天碰到一位朋友 他是 他50多岁了 他自己办投资移民 然后拉了枫叶卡 然后登陆以后 就他儿子觉得哎 加拿大不错嘛 哈哈哈哈 儿子已经结婚有孩子了 然后他也要过来读书 要办自己的身份了 所以这个真的是世界真奇妙 哎 那你觉得 能不能跟我们观众朋友聊一聊 就你觉得这个曼林托巴是个什么样的城市呢 嗯 在稳定发展中 嗯 因为来的人口多了 啊 他这个政策我预计不会有大的变化 因为整个加拿大还是希望外来移民 来的人越越多就越好 嗯 所以说这个城市在逐渐发展 嗯 现在重点是发展这个 南区吧是吧 对 属于叫西南 西南 西南区 也是华人喜欢呆的地方 嗯 那个曼林托巴大学是不是就这样 对 曼那就在这个西南区 嗯 冷吗 大家都反映都担心这个曼省会不会太冷 今年很反常 今年不冷 今年不冷 今年现在快12月了 这马路上还没雪 嗯 因为这网上一查嘛 就是曼省那个冬天零下40度 有这么离谱吗 1月2月份 往年是1月2月份 冷到是白天有那么冷吗 还说只是晚上最低温度 白天白天就零下二三十度 晚上的话三四十度 啊三十 啊 什么这感觉呢 一出门鼻子直接就冻上了 哈哈哈哈 就反正你你不能直接接触空气 嗯啊 手要戴手套 脸要戴面罩 是这种情况吧 对待时间长也习惯了 其实也习惯了 也习惯了 而且这个曼尼托巴省属于是草原省吧 没有山 一刮起风来那冷 哦 如果不刮风还好 无测无挡 对 风速降不下来 你在国内是在北京啊 对在北京 那跟北京比呢 哎呀跟北京不能比 那北京是 哈哈哈哈 要暖和多了 嗯北京暖和多了 对 北京冷的时候就春节期间了 但是房间里面不会冷的 对房间里面不会 那你冬天还玩户外吗 呃 冬天有的时候滑滑雪 嗯滑滑滑冰 再问你一波 那是零下二三十度是滑 零下二三十度对对对 那不能冷死了 穿厚一点 哈哈哈 呃 最简单的运动就是出门去扫雪 哈哈哈 去扫雪啊 嗯 嗯 这个我看现在这个草还是绿的 这点是太太太太太神奇了 对 今年很反常 希望气候变暖啊 嗯 这边的房子怎么样 现在听说我一个朋友跟我讲 是去年跟我讲说 跟疫情前比涨了50% 对 有那么夸张吗 嗯 去年差不多涨30% 二二三十的样子 呃 今年呢 因为呃 央行利率涨了不少 嗯 从去年三月份开始涨 嗯 一直加到了今年的十月份 嗯 然后 整体利率它调高了百分之五 差不多四 嗯 然后就导致整个这房价 稍微降下来点 嗯 像像温尼泊整体的均价 差不多降了百分之十 哦 现在均价大概是什么水平呢 均价是 就整个城市均价39万 就是包括独立屋 townhouse 和公寓 独立屋 只是独立屋 只是独立屋的均价才39万 对对对 那很低了 然后如果是新区 像因为新盖的房子成本高了嘛 对对对 像西南区均价差不多是51万 哦 那还是很便宜啊 嗯 那像这种townhouse呢 townhouse的话 如果是西南区的话 差不多是三十万 基本上是 哦 那独立屋就差9万块钱 对对对 所以有好多人来了 考虑考虑 更喜欢买独立屋 因为差距不大 但我觉得公寓新一点的 就是什么这个 townhouse如果新一点的话 会不会住的更舒服 townhouse每月有物业管理费 嗯 长期来看的话 物业管理费的钱 其实咱 因为它包 里边主要是包 除雪和除草 对 咱找人去做的话 其实比物业管理费 这比较便宜 那倒是 看每个人喜好 有的人觉得 懒得去打理了 选一个比较新一点的townhouse 位置也稍微好一点 出门方便一点 有人觉得就是想要个院子 要自己动手 没干过龙活 对对对 这个 没想到 又让我发现一个保障城市 我一直 说这个朋友的影响 我一直以为 温尼泊的房价比阿神要贵 你知道吗 没有 比阿尔波塔便宜不少 比阿尔波塔便宜不少 尤其阿尔波塔 去年也来了不少人 去年在阿尔波塔 从阿尔波塔来这里的 就是从温尼泊去阿尔波塔 从温尼泊去阿尔波塔 2022年的时候 所以他们就给你反馈了是吧 对 阿尔波塔 在温尼泊不抢over的时候 阿尔波塔还要抢over 哦 现在阿尔波塔 这也在逐渐发展 对 卡尔加里现在不便宜 城市外溢 现在 温尼泊 温哥华多很多 有好多人都去阿尔波塔 对对对 温尼泊一万民也好多去阿尔波塔 现在卡尔加里不是 国内移民最多的城市吗 嗯 都买完了 来温尼泊 大家看看这就是 这是bridgewater forest 这就是一个新区 大家可以看看 这一片的房子 大概从2010年到2015年 2011年到2015年 嗯 是 十年 十年新的房子 十年前 对 十年前刚盖的 这边大什么价位呢 呃 这边房子就是看面积 嗯 如果面积在2000尺再往上的 嗯 基本都是65万左右的 65万左右 这算是中高档了 对 嗯 如果是2000尺再往下的 就是60到65 甚至比60还要便宜 也有 看家里这配置 嗯 大家看一下啊 这就是James小张的这个 代理的房子 这是他联系房子 这套房子不错啊 嗯 有能有脚 不是那种包子形状的 或者说叫馒头房吧 我把多人多的 很多新房子 称为馒头房 嗯 就是一个馒头的形状啊 哇 这一家2600尺 嗯 2600尺 那就相当于250平方米 对 差不多250 大家看看啊 进来就是一个 挂 外衣的地方啊 挂外套吧 这个小会客厅 有窗户啊 这个是2010年间 2010年 对 这是门厅啊 很高啊 那很宽阔 这是什么餐厅啊 对 这里是做staging吗 还是说是他原来留在这里的 他自己的家具 还没有翻走 嗯 这些如果想买房的话 可以送给 不要送了就反正弹个价了 对 也可以 嗯 这是厨房 厨房 这是什么台面的 大理石的 大理石台面 啊 然后咱中国人喜欢用明火 对 用的是燃气是吧 对 这是管道燃机还是要买的呢 管道的 管道的 对 最开始他盖房直接都系好的 嗯 双门冰箱 还有置冰机 这一看就是房 房主当年也是不差钱了 对 高档标准的修的 这个屋主是印度人 印度人 印度人 对 小张你很厉害嘛 哈哈 还行 还行 赢得了各大族裔的信任了 双车库 这比一般的双车库感觉大 嗯 对 比双车库 比其他标准双 这是个吸尘器是吧 对 中央吸尘器 这也是挂这个大衣的 从车库进来 正好换个衣服 对 因为这冬天出去 一定要穿一个很厚的 然后这里就是客厅了 嗯 哇 这客厅的顶好高啊 对 这边是一个条高 跟前面一样 18尺的顶 18尺 嗯 18ft 然后这个炉子 对 后面是院子 方方正正的院子啊 嗯 这个方向朝东南 嗯 东南 对 哎呦太阳啊 早晨的话对 今天是多云吧 院子其实还蛮大的 嗯 大家看看 哇 它后面那户的院子更大 对 它后边那更大 后边那个可以踢足球了 哈哈 那是啊 就等于你就等于后面 靠了个公园是吧 嗯 后边那个房子 是今年5月份成交的 哦 你看那边那也是树林啊 那夏天可以看到路来 对 它边的部公园 那套房子5月份成交多少钱 5月份它是卖了72万 72万3好像 72万3 那这套房子卖多少钱呢 现在的标价74万9 它要价74万9 要价74万9 对 这房子设计感觉比那套房子设计感 他把地下室做了 哦 嗯 那我们先在楼上看看吧 对 那这个2500尺 2600尺 2600尺 是没有含地下室面具的 对 只是一楼二楼的 那这里跟阿波塔一样 就是包面积的时候是不含地下室的 对 但在温哥华是含地下室的 一看草原人民都特朴实 我感觉啊 是 包面积都不带虚的 哦 上面还有个厅啊 对 这咱亚洲人啊 喜欢这也做个房间出来 对 我们就喜欢房间人家喜欢厅啊 这洗衣房 这是客厅 再看看高屋 这小张跟我们一个高起点 上来就是 74万房子 哦 这是主卧了 人家的后院就是你的花园啊 对 你能看到对面邻居的后院 对 你能看到景过 十一人一岁 他还 哇塞 他还打了个景呢 对 那也不是景 那个是烧篝火的 哦 烧篝火的 对 站在这里可以明显感觉到 他在脚上面在冒热气啊 对 这个特点就是说 哪怕没人住在房子 或者暖气是不停的 对 不能停的 所以任何时候你进入房间内部 你都会感觉挺暖和的 嗯 这跟中国东北 北方也像啊 对 跟哈尔滨 这就是一个气候的 哎 那个北京应该也是这样的 任何房间里面都暖气一直开着 嗯 北京还好 北京就是春节期间了 春节 平时的时候 基本在零上度 春节期间零下十度 这一茂节现在都是这样的 嗯 不如是一出 对 全挂的都跌了 对 只是二楼一个主卧 两个侧卧 嗯 嗯 哇 这西红丝看去也不错 质量 它都不拿走的 对 这些买家来买的时候 全都可以弹这些家具 对 这比较适合于海外买家 它在这边没有什么 还没有安置家具的 省得再置办了 本地的就不行 它们一般都会有一套 对 三个房间 嗯 地压室还有一个房间 这个都不错 我说楼上三个房间啊 都景观不错 它主要前后都没什么遮挡感觉 对 门口就有公交车站 直接直达慢大的工具 是吧 直达慢大的 嗯 好吧 这里就靠着慢大的 治安怎么样 治安好 这边 这边是叫西南嘛 整个南区治安都是温尼伯来讲相对比较好 那我们就看看这个 我把灯关上 好 看第20 我把灯先开个吧 好你先下去 第20有暖气 有的 他这个地压室没有搞独立的这个出入口是吧 没有独立出入口 对 就是自己用的 对 没怎么出租 他有独立出入口的话 那会建房子的时候 他就会留意 对 这个挺大 这就活动室啊 还是今天这活动啊 自己运动啊 吃两娃 三娃都可以 这里有厕所 都新建的 屋主没有用过去协助 哇 这个房子很大 他去年夏天建的 这第20室 大家可以看看啊 虽然第20室 但其实都是同外面的 嗯 秘厨 啊 那锅炉房 关上门声音吵吗 我们试一下 还可以试试 嗯 这也好多了 嗯 基本上没什么声音 一个房间 但其实它可以隔两个 它没隔 对 它暖气是在这里 啊 暖气是在这里 暖气从上面下 对对对 这是初风 下边有进风 有进风 西风 哦 啊 这就是西风的 西风的 嗯 上面 垂下面 那么 其实这里可以完全可以隔一间出来啊 但没必要了 啊 它也没有做厨房 对 这是自己用的 这面积蛮大的 挺大的 它加起来有八十几万 嗯 两千六百尺 一层一千三 减去一个车库面积 差不多是一层九百 九百 嗯 八十多平米 嗯 这是个什么 衣帽间 对 这是楼梯 楼梯底下 可以当初当时 哦 下面当初当时 嗯 然后这有个桑胖 嗯 这个在 这桑胖 这可能看得不太清楚 你有什么 它有东西打上来 这个呢 这个叫桑胖 这个 对对对 这啥东西 这个在安大略省没有 BC省也没有 这个应该在萨斯塔通可能有 这个是在房子周围 然后尤其是春天的时候 雪都化了嘛 嗯 为了防止地积 为了防止水对地积造成这影响 所以说水积定到一定高度的时候 嗯 把房子周围的水全部抽出去 它有个管在房子边上 哦 防止水对地积造成很大的影响 哦 嗯 所以在冬天的时候把管可以拔下来 春天的时候一定要把管插上去 哦 嗯 这意思 所以这房子还是得有人住啊 诶 詹姆斯 这个 这个片区 或者整个温尼波 什么时候 这疫情这一段时间以来 哪一段时间最好卖的 最好卖的阶段呢 就是2022年 5月份以前 5月以前 那会是纯粹的卖价市场 就是 开多少多人抢 对 基本上都开的比较低 开的比较低 看大家抢上去 对对对对 有的是开市场价 嗯 开市场价 然后导致 是 加个 8万 10万 都有 如果像去年的话 2.3 2.5 去年4月份 5月份 现在已经到6了吗 现在如果走五大行的话 是6.4 固定的 如果走快递优念的话 是5.6 啊 还有5.6的 嗯 那你这个 是 因为来满省 来满房子 嗯 咱们主要是走新移民计划 对 新移民计划 这是有个叫快递优念 国内翻译成中文叫农村信用室 啊 那个农村信用室呢 可以提供 不用看收入 给贷75% 首付要够25% 好 100万以下的房子全能买 不用看收入 哦 但是他要求来了是五年之内 工签可以吗 工签可以 嗯 工签PR 全都可以 但要求来了五年之内 这些房子买的出租怎么样 出租现在挺热的 嗯 那么多新移民过来 对 现在像这个区域 嗯 如果三个房间的话 差不多2600一月 三个房间 对 四个房间2800到3000一月 哦 而且不包水和电 嗯 不包水电 独立屋就这样 什么都自己掏钱 对 那这个卖呢 卖就是六七十万 对对对 哦 年回报还可以 然后这一片叫Bridge Water Center 您可以录一下这个区域 Bridge Water Center呢 它是整个Bridge Water的一个商业区 嗯 它这边呢 商业的点多 有超市 有银行 有各种小门枕 嗯 然后 与此同时 都是Townhouse和公寓 Townhouse和公寓 嗯 公寓呢 普遍呢 普遍是出租的 嗯 然后有的正在盖 有的盖了 嗯 粮食的话 这些公寓 嗯 粮食的公寓一千七百多 近一千八 然后还要 它只包水 还要加上车位 基本上一月固定成本的话 要两千差不多 那你们这边这个水费 是不是很便宜啊 水费还可以 嗯 它是根据 用量算的 阶梯性去收费 哦 那为什么 动不动就包个水啊 因为电贵 电贵 对 水的话像公寓的话 也不会去浇草 也不会去洗车 对 所以说用量能少一点 那这个独立屋的话 你用电 那个取暖是用电的 取暖用电 那电费一个月 你估计要多少钱 电费的话 像公寓还好 因为面积小 对 加上新盖的公寓保暖性好 嗯 在冬季的话 一月连做饭 带洗衣服 嗯 带取暖 一百块钱左右 嗯 但是如果是独立屋的话 肯定要两三百了 对 独立屋的话两三百了 它这个取暖 好点厉害 对 因为这冬天 一月份二月份 其实是最冷的时候 像你在温尼博士待了十年 对 感觉怎么样 作为学生的时候 感觉和作为工作以后的感觉 是 对城市的感觉 对城市的感觉 对 比如都说什么 觉得太不聊了 城市太小了 没有 我来之前的时候 我为什么来这个省呢 因为我阿姨在这边 我阿姨是我在北京楼上邻居 我来之前我阿姨就给我做好思想准备了 说这跟北京不一样 来这之后 你会 就我 我会感觉跟大农村一样 甚至连北京这农村都不如 所以我就做好了很热烈的预期 降低了预期 对 等来了之后觉得 挺好还 比我想象的好 但是我来那会儿 不像现在 国内出来的人很多 那会儿 出来人也有 但普遍是以像我这种留学身份 不是现在屡转爵身份多 那会儿出来的都是跟我同龄人一样 对 现在中年 都是学生 对 那工作以后呢 自己烧饭吗 对 你读书的时候 是坐公司 还自己开车呢 先是自己坐公交 后来自己买了个车 坐公交可能冬天也受不了 对 我之前在当趟住 但是我搬到南区之后 就发现这公交不太方便 就是得自己买个车了 在当趟来讲的话 公交还是挺方便的 这里养车一个月大概在多少钱 养车的话 保险差不多一月两百左右 对 然后其他就是游的 游就是看个人跑的功率了 这个吃饭呢 当时是在自己烧饭 还是在外面吃 还是在学食堂吃的 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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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在这边大概像你一个人的话 烧饭 或者自己吃饭一个月 得花多少钱 现在的话我没算过 然后在我上学的时候算过 我上学那会儿大概是十年前了 那会儿一月成本就是 吃饭这些费用 差不多是两百一月 那很低 那时候你是吃食堂吗 没有 自个儿做也有 有的时候一块儿在学校吃点 那时候你就自个儿做了 对 那现在你成家了吗 对 结婚了 那现在大概一个月吃多少钱了 现在没有算过这个费用 得一千吗 估计有 现在没有细算过 不敢算 哈哈哈哈 傻子还吓一跳啊 对 是